那就是台北股市的表现了 今天在高价电子股的带动之下 今天冲关8600点的整数关卡 最后是上涨了54点 就收在8602点 而今天的成交量也放大到了 1155亿元 那么在耗子里难得可以看到 股民这么热络的讨论 而接下来呢分析师讲 今年的第一季国际行情 再加上经济复苏的带动 第一季非常值得期待 聊至盘面 耗子里小股民们各个笑呵呵 聊到太兴奋 还跑到电子墙面前 比手画脚 整排的下单机统统坐满 耗子望到不行 因为15号台股好来电 开高走高 冲破8600点大关 中场收在8602点 指数上涨54点 成交量放大到1155亿 重回千亿元热度 有期待小的圆月行情 有有小应该是有 因为第一季普遍比较 比较有所期待嘛 因为总是吹牛行情在第一季啊 颇有赚到有小 有啦今天还好啦 小股民好期待 甚至喊出封关前9000点希望 尤其电子高价股气势如虹 大力光冲上涨停板 收在1190元 大涨75点 另外像是红达电 TPK涨幅也都超过了5% PC族群表现强势 人保收在23.75元 盘中一度涨停板 红金也上涨了将近4% 收在19.1元 专家认为台股价量齐阳 加上高价股跟大型股都动起来 涨势渴望延续 低际有机会挑战去年高点的8647点 新市场的资金其实慢慢慢慢流入到一些 亚洲地区来 那的确是东北亚地区的资金流入 可能会比东南亚的资金流入要稍微多一点 投顾分析 今年1月起QE缓步退场 加上经济展望比去年好 可以适时加码台股 像是4G还有云端概念股 以及受惠中国政策的金融传采龙头 都是可布局重点 三星文会议您的新闻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